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在这个动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清楚地看到我们手上的变化和这个左手的一些变化 左手记住 我们的拳向里裹 向里穿出去 然后变成手心朝外 慢慢地翻转 转过来 然后再握拳 再握拳 再看一次 我们的左拳 左拳向里旋转 然后在旋转的过程当中慢慢翻转 变成掌 穿出去 然后再握拳 那右手呢 右手呢 大家要记住 右手呢 一定是在自己的额前 额前画一个八字形 那有的人在做的过程当中可能直接就放到这来了 那我们为了这个有这个腰上的感觉 腰上的感觉体会跟着走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手上我们画一个八字形 也就是 大家知道一个竖起来 那就很躺着的一个八 躺着一个八字的符号 八字形 对 然后再裹出去 对 再裹出去 好 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把这个动作一起做一做 好 我们首先呢 要向后 我们刚刚又讲到最早讲到的 一往左先往右 一往右先往左 那么我们下面要往右 先往左有一个力量 先往左回 画一点点小圈 好 慢慢我们将身体往回坐重心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的左脚啊 微微要向你扣一点 左脚要微微向你扣一点 稍微扣一点 在扣脚的同时 好 我们的左手也跟着旋转 左手开始跟着旋转 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了 旋转 旋转 好 一起 这时候我们的左手向前的同时 我们的左脚也跟着向前 都摆正了 左手向前 那左 那个左脚也向前 左手 左脚都向前 同时我们的右手 右手啊 右手的拳 打开以后啊 右手打开以后 我们的右手呢 从后面画一个圆圈 然后到腰间 再打出去 再打出去 这一点要记住 画了一个八字形 然后呢 又画一个圆圈 再向前打出去 啊 又画了一个圆圈 再向前打出去 好 我们再来 刚刚我们前面的这个 转身大铝是一个斜方向的 大家记得吗 是一个斜方向的 那到斜不勤打的时候呢 我们要呢 把它摆成正方向 所以脚尖要冲前摆 方向又回到正前方了啊 方向回到正前方了 好 以重心画圈 扣脚 然后呢 我们再摆脚到正前方 手出去 上面盖按掌了 这个时候 按掌的同时 向前 我们的左脚不动 右脚向后 往前 盖出去 成一个斜步状 斜步状出去 然后在斜步状的同时 我们的左手按掌变全 按掌变全 好像抓住对方的手 然后我们的后手呢 抓住对方从前面啊 从我的这个左手的全身 全那个全背上 上面打出去 那我们这个时候 我们讲到我们有个脚上的动作 脚上的动作也是我们这个盖部 盖部我们平常很多时候 大家都是做的直接就盖部 斜步了 但这个斜步勤打要体现出 它有攻防含义在里面 所以大家要有一个假想题 要想象到 转过来以后 我抓住对方的手 抓住对方的手 抓住对方的手 然后拿我的右脚去踹对方的这个 前面的一面骨 踹他的一面骨 同时 然后收手 然后往前打出去 如果有这种攻防含义在里头 有这种意识在里头 那么拳打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是非常饱满的 大家呢 再看我做一次 那我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有看到 大家看到我的脚是蹬踏出去 一定要一个蹬踏的一个动作 然后再歇步勤打 再歇步勤打打出去 那这个攻防含义 大家一定要做出来 不要只是为了做一个动作 摆架子 一定要把它的意识 放到你这个动作里面去 好 下面我们学习第35个动作 穿掌下式 那么穿掌下式的动作 跟我们前面的这个单边下式呢 是比较相同的 但是呢 单边下式是一只手 穿掌下式呢 是两只手穿下去 但我们相同的地方是在于我们的转胯的地方 还是一样的 转胯 然后到瀑布这里 才可以 那么我们下面从这个 歇步勤打开始 那歇步勤打完了以后 我们的两个手 身体站起来 将左脚收到我们这个右脚旁 抬起来 但是呢 重心不可以站起来 还是去蹲的状态 那手上的变化呢 是我们的手慢慢的是握拳状态 慢慢把它将 它变成一个指尖冲上旋转 指尖冲上小臂的一个旋转 那么这个时候 打出去以后 指尖冲上 我们同时我们的手呢 都跟着 变成油拳变掌 油拳变掌 都变成指尖冲上 尤其是我们的右手呢 要一边旋转 一边向外抹出去 好 一边旋转 一边向外抹出去 这一点要注意 好 我们连歇步勤打 记住 这个歇步勤打完以后 不是停在这里 打出去以后 到位 我们接着就走了 到位以后 我们接着整个动作就走了 不可以单独 停在这个地方 好 我们开始做 歇步勤打 打出去以后 接着我们的右手跟着就走了 指尖冲外 对 指尖冲上 好 将我们的左脚向左侧方 向前面的左侧方 好 是侧步啊 这个地方我们是前脚掌着地 不是说直接这样横着这么迈步 跨转过来 向后侧步 同时我们的手上前方 指尖冲前 指尖这个时候由上变成前 对 左手呢 在右手的这个走旁就可以了 手心 两个手心是斜相对的 斜相对的 都是手背朝外 手背朝外 歇步勤打 接着我们走 手跟着转 脚起 好 出脚 然后转胯 先是肱部 由肱部转胯的同时 我们的手慢慢的向下穿出去 这个时候我们的瀑布尽量越低越好 尽量越低越好 下去 对了 我们身体要立直 指尖都是冲前的 指尖冲前 并且左关节要下垂 左关节要下垂 那么我们很多人在做到这个瀑布的时候呢 好多人觉得有比较难的地方 就是觉得我的瀑布下不去 尤其中党年人一做到瀑布的时候 就感觉到自己的瀑布下不去 往往就是 到这儿 就实在下不去了 那么我认为 瀑布呢 大家可以下得去 关键在于你技巧 会不会 那如果我们不要做成直接向侧方拉布 而是做成一个转胯 腰胯微转 向后退步 退步 退好步来以后 把布子整个的重心压下去 然后在退步的过程当中 我们转一下胯 这样下去你可能就会舒服很多 而不是说直接的侧拉布 这种方向 这种侧拉布的话 不光布子下不去 身体还容易向前趴 身体还容易向前趴 所以大家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方法和技巧 好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个动作做一次 请打 歇步请打 走 我们跟着手指尖冲上 慢慢小臂旋转向外 好 收脚 侧步 手向前 很好 转腰转胯 扑步 好 我们的指尖冲前 身体要立起来一点 身体要立起来一点 对 但是不往前趴 身体要微立起来一点 好 我们学习第36个动作 上步七心 那上步七心呢 我们也是一样的 往前出去以后 我们会存在一个摆脚 好 扣脚 再微微摆脚 那这个动作 跟我们前面的这个单边下式 接这个 经济独立是很像的 那我们现在呢 还是跟大家一起呢 把这个动作完整的 我们再做一遍 完整的捋一次 不穿掌下去以后 手继续向前穿 手继续向前穿的同时 摆脚尖 好 这个时候扣脚 那扣脚的同时 我们的右手 右手微微往回按一下掌 把腰胯转过来 腰胯转过来 微微按掌 扣脚按掌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 右手呢 要手心微微向上 旋转一下的同时 我们将我们的左脚呢 脚尖向外撇一点 脚尖向外撇一点 所以我们这个步骤一定是 穿掌下去以后呢 摆脚 扣脚 再摆脚 上步 再做七星 好 跟我一起 扑步完了以后 摆脚起 扣脚 按掌 再摆脚 好 这个时候我们 根部向前 须部 上步 上步七星 上步七星的时候 注意握拳的时候一定是 右拳向左拳上相合 右拳向左拳上相合 那么一定是两个手背相对的 拳心的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拳心都是朝外的 都是朝外的 一是右拳在外 因为我们是动的右脚嘛 右脚动 那么就是右拳在外 这一点要弄清楚 要弄清楚 从起到上 大家记住一个 我们刚刚前面所讲的 应该怎样 应该是 起来以后 重心不要急 先收脚 然后再慢慢向前 立身 这一点我们 还是一样的 要注意到这一点 好 大家呢 跟我一起呢 我们再把这个动作 再捋一次啊 铺步 好 白脚 起 扣脚按 再白脚 好 跟着上步 身体立起来 手往前 身体向后有一个对拔劲 好 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做一遍 我们呢 稍微做的慢一点 把每一个动作做清楚 尤其是扣白脚 好 手向前 手向前 脚尖摆 好 右手回按 扣脚 好 前手前脚摆脚尖 根部 然后 上步齐心虚部 注意拳的位置 是在我们下额的方向就可以了 那这个动作呢 比较简单 但是还是请大家要记住细节问题 那我们在这个握前呢 在这个时间上面呢 我们一定要记住 起来以后 扣白脚完了以后 按掌 然后我们两手相合的时候 就逐渐开始握拳 两手相合就开始握拳 一边相合 一边移重心 一边握拳 一起倒 那么大家要注意啊 因为我们太极拳 还是存在一个攻防含义 非常强的一个拳 所以我们的拳 都是非常有力量 并且是实心的 那握拳以后 出去以后 记住 就是在自己的额下 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要学习 第37个动作 退步跨虎 那么这个动作呢 我先面对着大家 讲一讲脚下的这个练习 我们首先要将我们的脚收回来 收到我们的这个左脚的脚旁 然后呢 向后退的时候呢 是朝我们这个后面啊 也就是我们的右脚的斜后方退步 千万不要退成了 震着了啊 对 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斜后方退步 然后收回来移重心啊 成一个虚步状 然后将我们的左脚 成钉步 收到我们的右脚的脚旁 好 这是一个退步的动作 然后一个退步的动作 连钉步啊 大家再看一遍 虚步 好 收脚 退步 然后再连钉步 然后再连钉步 那么我们手上的动作是怎样变换的呢 手上的动作 右手 右手 我们由拳变长 由拳慢慢变长 右手往下走 然后我们随之我们的左手 手心朝下 朝下 翻腕 往下按的同时 我们的右手也跟着画弧 这个时候我们的左手 不动了以后呢 右手 顺势从上往下 手心朝上 翻转成手心朝上 变成一个叠掌 也就是说两个手是 手背相对相叠 不要做成了两个 一个手心朝 两个手心都朝上 一定是一个向上 一个向下 相叠的啊 好 完整的做一次 侧步 往后退步 移重心 好 两手画弧线 收脚钉步的时候 两手相叠 这里大家要记住 我这个收脚钉步的时候 注意 脚不能 脚尖不能冲外啊 这个我们吸尖 一定要吸尖呢 冲 冲 我们要相合一点 是两条线上 不要向外撇开 对 要相合 那么我们两手的位置呢 是在你身体的左侧旁 胯旁 左胯旁 好 我们下面这个动作呢 抬脚 脚尖要往里扣 翻扣住 脚要立起来 向里扣住 提提起来以后 我们的脚 一定是弯曲状态 不要 成提膝状 是提非提 没法完全直了 弯曲状态 成一个弯曲状态 那我们的手呢 是顺着你这个 左手呢 慢慢的提 慢慢提起来 变成一个勾手 那右手呢 顺着你这个 左大腿的方向 顺势向前 变成一个挑按掌 挑按掌 好 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还是朝正前方 正前方 大家先看一看 侧步 两手画弧线 收回来 然后顺着你的脚的方向 抬起来 挑按掌 好 那我们的手 亮起来了以后 记住 也是后边稍微高一点 前手稍微低一点 顺着你最后的这个动作 眼睛慢慢向左看 眼睛到了 手到 脚也就到了 好 大家呢 跟我一起呢 再做一遍 好 我们上斜后方 侧步 走 好 记住前脚 微微还要扣一点 扣脚 然后再收回来 前脚一定要扣脚收回来 这样你做起来比较舒服 側步 向后 向后 扣脚 两手 画弦 画弧线 相叠 然后两手分开 眼睛向左看 拉起来 好 那这个动作呢 又是一个平衡动作了 我们这里面的平衡动作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的平衡的练习也非常的重要 那平衡的练习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的重心移动要非常的稳定 那我们这里的重心还好 没有一个大胯部的一个重心移动 只是说你将重心稳定好了 手摆好了 腿的变化 慢慢起来 眼睛 拉起来 那这个动作尽量要向上拔一点 挺拔一点 不要坐着低头弯腰的 尽量往上展一点 手脚多拉开一点 越伸展它就越漂亮 好 下面我们学习第38个动作 转身摆连 那么在转身摆连的这个动作里头 也是我们整个42时当中 出现的第二次拍脚的动作 那这一次拍脚动作呢 不光是像前面的拍脚是单手拍了 这一次呢是双手拍 并且呢它有一个扇面的幅度 难度呢要更加大一点了 那在我们最后快要收拾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呢要给大家呢 加了一些难度 但是呢没关系不要怕 我们这个转身摆连 只要我们掌握技巧了 也是能够做到的 好 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从这个拍虎开始 首先我们把脚先落下来 落脚的位置是在我们 脚在哪个方向直接就落在哪儿 记住千万不要脚在这个方向 又落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了 那就错了 脚在哪儿落到哪儿 落脚的同时转腰 啊 落脚的同时转腰 腰向左转 向右转 右转的同时 我们左脚往里扣 扣脚的同时我们的两个手 也就是我们的右手 手心朝上穿掌出去 从我们的左手的这个 啊 那个手臂下方 穿掌出去 穿掌出去 然后慢慢的随着旋转 变成一个手腕都一起向外翻 变成一个白掌的一个过程 啊 白掌的过程 那整个的手上的动作 和脚上的动作 这一切都是在一个旋转啊 也就在一个圆圈当中来完成 大家跟我一起 好 落脚 身体转动了 开始手 穿掌扣脚 记住我们扣脚 好 穿掌 转到我们身体 我们朝的另外一个方向 跟我们刚刚的这个摆连 成一个背向方向 然后我们的右脚向前 虚点出去 成一个虚步的同时 点步的同时 我们的两手向外翻转 翻腕朝我们的身体的右侧 朝身体的右侧 好 我们再做一次 这个 落脚 穿掌扣脚 翻转 脚往前活步 然后同时两手向外 好 下面呢 我们就要做到这个 百连腿了 百连腿呢 很多人都觉得站不住 怕高啦 打不起来 低啦 感觉呢 好像也不好看 那么 很多人都希望做一个 完全一个大的扇面 那么我建议中老年人 如果为了求稳的话 那么我们与其 把大的扇面做 失误了 那还不如呢 我们把它幅度加小 我们做一个小扇面 但是呢 让它更加稳定 好 跟我一起 我们首先是 左脚呢 像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右脚 像我们的左侧方抬 记住啊 右脚是像左侧方抬 就像自己的左胸抬 对 跟我的手呢 成为一个 不一样的方向 一个往左一个往右 这个时候 脚向右 那手呢 就像左 正好成一个交叉转啊 提膝 首先提膝 拍脚 出去 那么在拍脚的过程当中 我刚刚说到了 幅度不要太大 不要转成一个大的扇面 小一点 稍微小一点 我们的幅度可以稍微小一点 起 这就可以了 这就非常的好了 但是拍完脚以后呢 记住要慢慢收回来 你还得要提膝回来 如果说你只是为了球 你的幅度特别大 可是你又控制不住 你的脚就落下来了 反而这样的效果不好 不如我们 动作做得更轻 缓柔 收得更漂亮一点 但是我们把幅度稍微 给它加小一点 随着你的功力 或者你的柔韧性 力量越来越好 越来越深的状况下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幅度 一点一点的加强 好我们再看一遍啊 首先我们提膝 提起来以后 幅度不要太大 接着我们白腿 白腿再回来 好吧 慢慢的起来 不要着急 慢慢的起来 不要着急 慢慢收回来 开完了以后 收脚的同时 手也慢慢收回来 这一点我们很重要 所以说这个动作 如果你要做好了的话 首先还是一个重心的稳定 如果你的幅度摆得越大 那么你的重心摆动 也就也越大 髋关节的摆动要特别大 如果说你的幅度 稍微小一点的话 那么你这个身体的晃动 就越小 晃动越小 那么你的这个重心的把握呢 也就越好 好 我们再看一次 好 下面呢 这个动作 大家跟我一起呢 完整的做一遍啊 我们把前面的这个动作 跟后面的这个拍脚 转身摆连 我们都做一次 好 落脚 扣脚 穿 手穿 然后身体转 手倒 脚倒 起脚 收手 好 下面我们学习 第39个动作 弯弓射虎 好 那么我们下面这个动作 弯弓射虎呢 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 往往会出现 前一个动作 会影响到后一个动作 也就是说 我们前面这个百连腿 后来 趴 没站稳以后 或者是落得太快了 直接就下去了 根本就来不及时间呢 完成弯弓射虎的 它有一个走动性的 一个脚底下的 一个下沉 出脚的这个过程 所以说 你要做好 下面这个弯弓射虎呢 前面这个百连腿 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下面呢 就把这个弯弓射虎的 这个下面的脚 怎样出去呢 我们完整的给它做一做 拍脚完了以后 大家记住 我们百连腿完了以后 一定要有一个提膝 摆掌的过程 然后下面先移重心 把重心先落下来 落重心脚落下来 然后再出脚 落重心的同时 我们的手开始 两手一起往下按掌 一起往下按掌 往下按掌 出脚的同时 在你的体前 双手 双手在你的体前 捋过 双手在你的体前 捋过以后 开始攻步的同时 往前攻步的时候 我们双手握拳 在你身体的右侧方握拳 好慢慢 打拳的时候呢 是从你的 攻步移动的同时 做攻步的同时 拳向前打出 那么我们要做到 向下捋 我还没有移动重心 然后攻步 打拳出去 拳到手到 那这个过程一定要有的 那很多人在做这个 动作的时候呢 会出现 直接把攻步做好 然后单独来去打拳 那这个动作只能看到你有上肢 而下肢就没有变化了 大家呢再跟我一起做一遍这个动作 好 重心落下 然后手往下摆 出脚 握拳 转腰 向前打出去 向前打出去 好 那么我们拳打出去的时候呢 是跟自己的肩一般宽 拳的位置在自己的胸前 在自己的胸前 那么 从胸前打出去 那么我们的右拳呢 是到我们的 身后 然后从我们的左 我们身体的右额啊 右额 往前打出去 对 往前推出去 好 大家呢 跟我一起呢 再把这个动作完整的 一遍一遍的 我们再详细的给它再讲解啊 大家跟我一起做一次 落脚 手跟着动 好 转腰 公布 大拳 一定要做到 手到 脚到 伸到 眼到 好 下面我们学习第四十个动作 左揽去尾 好 大家下面呢 因为这个动作很熟悉了 大家先看我做一次 好 这个动作在我们的二十四十太极拳里头 包括八式和十六式里头 我们都能够看到啊 都能够看到 那这个动作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又回到了前面 要做到轻缓 柔和 每一个动作的虚实 都要更加的分明 好 那下面呢 大家跟我一起 我们再次把这个动作呢 再重新的复习一次 重心回坐的同时 注意 我们重心回坐 重心回坐的同时 慢慢将两手分开 变长 分开变长的同时 我们的右手 手心朝上 慢慢翻转 手心朝上 从上往下 然后再向外 画一个弧线 成抱球状啊 重心回坐 手的变化 然后记住我的脚尖 这个时候 我们刚刚是有点斜方向 就是回坐以后 脚尖要摆到正前方去 脚尖在这儿要摆动 重心回坐 重心回坐 摆脚尖 好 上步抱球 然后我出脚的同时 要转胯 这时候我们又回到前面了 抱球 出脚转胯 是同时的 啊 一定要转胯 有一个转胯的过程 然后我们再捧 两手鞋相对 相合捋 好 这里我们是一个大驴 回去以后 我们两个手 要捋到我们的身后 左手 手心朝自己 右手的手心朝外 啊 手心朝外 好 慢慢的转腰转胯 将我们的右手 合到我们左手的手腕旁 公布上前挤出去 身体要立起来 不能够往前趴 身体要立起来 好 顺势将我们手心朝下 慢慢的回坐 按掌 从胸前按到腹前 再从腹前推按出去 大家有看到 我们这里 我们的腰胯上 有一个动作 腰胯上 有一个小小的立圆 有一个小小的立圆 按出去 然后再推出去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还是要延续我们在洋式太极拳里头 所看到的一些啊 所体会到的一些动作 尽量要做到舒展 大方 并且立身一定要中正 好下面我们学习第四十一个动作 十字手 那么在十字手的这个动作里头呢 我们也是在前面的八式 十六式 二十四式里头 我们都能够看得到这个十字手的动作 但是呢 我们还是要求大家跟我一起呢 然后把整个的动作再做一次 先大家跟着我一起做脚 我背对着大家 然后大家只跟着我做脚啊 咱们暂时忽略掉上肢的动作 关键是脚下的动作 如果脚下的重心移动你很清楚的话 那么你再配合上面的手 就会比较清楚了 好 大家跟我一起 首先一定要记住 我们第一次先回做重心啊 先移重心 先移重心后扣脚 对 移重心扣脚 同时我的左手不动 左手不动 这个时候扣完脚以后呢 重心在我的右脚 右脚顺势 你不动心不动的情况下 将我们的右脚脚尖向外摆 变成一个右公布 好我们再来一次 好 重心后坐扣脚 重心不移动的状况下摆脚 两手打开 然后移重心 把我们的重心移到我们的左脚 移重心扣脚 扣哪个脚 扣我们的右脚 两手相合 啊 两手相合 这个时候再把我们的脚抬起来 收脚 收到我们的这个 跟肩一般宽的位置 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到这一点 移动重心扣白脚 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下面呢 大家跟我上下肢 正面的方向看一看 我的手上的变化啊 好先移重心扣脚 然后手平摆 平摆出去 好接着 白脚我的手继续平摆 脚到手也到 哎 脚成一个平面了 手也成一个平面 这时候移重心扣脚 手开始向下相合 手相合 好 然后收脚的同时 好 两手向上 十字手抬起来 记住 我们是右脚收 所以说右脚 右手是在外面的 先移重心再扣脚 手慢慢打开 扣白脚 重心始终在右脚上 手打开 然后再扣脚移重心 两手相合 好 收脚 手慢慢抬起来 便十字手 手心朝自己 手心一定是朝自己的 那这个地方 大家要注意的是 扣白脚 我们是从左重心 不管是扣白脚怎么样 我们重心是从左边到右边的 那我们的手呢 也是一样的 右手啊 右手从左到右 打开一个大扇面 啊 然后一起相合 啊 一起相合 一定要记住 打开相合 再起来 啊 好 大家现在呢 跟我一起呢 把这个动作做一次 好 先移重心扣脚 右手跟着走拉 然后再摆脚 手接着还走 不停顿 好 然后一重心扣脚 两手相合 在下面 然后慢慢收脚 两手一起往上起 站好以后 我们站好以后 两个脚尖是冲前的 脚的位置是跟尖一般宽的 如果做成这样的话 就非常好了 注意不要过高 也不要过低 对 在你的下额的方向 就可以了 好 下面我们学习第四十二个动作 也就是我们四十二十太极拳的最后一个动作 收拾 好 大家先看我做一遍 手慢慢的向前 手心朝下 分开跟肩一般宽 然后以走带动手 慢慢下沉 同时将我们的左脚 脚跟抬起 然后慢慢的收到我们的右脚旁 成两脚并立状态 回到我们最开始的状态 好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我们收拾的时候 要注意的地方 也就是手上的一些变化了 那手上呢 大家要记住 我们十字手的时候是 两手心朝自己 左手在自己 就是左手操着自己了 左手在内 好 然后呢 两手心朝下的时候 记住 直接手心朝下 手心直接朝下的时候 就变成了左手朝上 左手在上 右手在下 右手在下 同时 我们两个手分开 跟自己的肩一般宽 记住 不要太宽了 也不要太窄 跟肩一般宽 走 带动手 走 带动手腕 然后再带动手指 慢慢下垂 按下来 按到你大腿的前侧 这个时候 我们的左脚 脚跟抬起来 脚跟过渡到脚尖 然后慢慢离地 然后脚尖 然后再过渡到脚跟 两脚踏实 并于 两脚并拢 在这个同时的时候 我们抬脚的同时 我们的两手 也从我们大腿的前侧 抬脚的过程当中 慢慢的收到我们的身体两侧 这个都是协调一致的 好 大家再跟我一起做一遍 好 手心朝下 两手分开 按掌 慢慢的将我们的左脚抬起 收脚的同时 两手轻放两侧 成直立状 好 我们收拾的动作呢 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呢 这个时候 当我们前面一套 非常的 可能过程当中 有独立步啊 等等的一些步行 很累的时候 在做收拾的时候 一定要做到 气要沉下来 每一个动作要做完 千万不能做成什么样 按掌完了以后 按到这儿 我的手还没按下去 就开始收脚了 这个动作是没有做完的 一定要记住 按掌就一定要按好 按下来 不要着急 那我抬脚的时候 才是两个手分开的时候 像两侧的时候 这是两个动作 两个动作 不要把这两个动作混为一起 来做 所以大家记住 按掌下来 然后再收脚 两手轻分 要做到 不急不躁 每一个动作要做得清清楚楚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太极拳的套路 从启示 一直到收拾的过程当中 中间有独立的 有难度 那么前面非常的沉稳 到后面的时候 也是以这个沉稳 作为结束的 这一点 大家一定要记住 那么在整个 四十二十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看到了 有难度 有高有低 等等等等的一些练习 那么有的人可能会觉得 哎呀难度很大 但是呢 大家也不要着急 慢慢的练 那功夫呢 是不是一天练成的 通过我们的练习 不光是这个功夫长了 然后身体也健康了 那么我们的心境呢 也更加平稳了 希望大家呢 对这套四十二十太极拳 非常的喜欢 并且呢 能够做到身心和这个 思想各个方面的 非常的沉稳 非常的平和 好 那么我跟大家讲过了 并且我也演练过了很多的 这个竞赛的这个套路 比方说八式 十六式 二十四式 还有三十二十剑 四十二十剑 还有我们的这个四十二十拳等等 我们要针对这个广大的这个太极拳爱好者 我们要提出一些我自己的一些 对于太极拳方面的一些训练的一些心得 那么因为我曾经从事过二十多年的运动生涯 那么很多的太极拳爱好者呢 他会提出来比方说我的空腿 脚出去以后呢 但是呢 为什么我的脚空的很高 但是 我的脚柔韧性很好 可是一空腿呢 就会掉下来 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做这个太极拳的过程当中 老是有左右左右倾倒歪斜的情况 是等等这些问题呢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 我自己关于这个太极拳基本动作 基本功各个方面的一些训练 好那下面呢 我们第一个要讲到的是进步 那进步这个动作在我们太极拳当中 不管是任何一项太极拳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都是行进间走动的 那么在行进间走动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这个脚底下是否扎实 平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是否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这个我们要讲一讲如何来训练它 好那么大家先看我 我们在练到这个进步的时候呢 向前进步走动的时候 记住我们不要做手上的练习 我们光做脚底下 光做脚底下 那么我们在做脚底下的同时 双手呢是插腰的插腰 脚尖一定要冲前 脚尖冲前 然后我们重心向回坐 摆脚尖 摆脚尖 身体微微向我们的摆脚尖的方向 膝关节 脚尖 身体都冲的这个方向 好上步 然后再出脚 勾脚尖 脚尖冲前 好 朝我们的正前方 然后重心再回坐 摆脚尖 身体朝45度斜方向 身体脚尖吸尖 都朝一个方向 好 上步 落脚 出脚 再攻步 我们这个进步的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要知道它的这个动作要力 那不可以出现 吸尖过脚尖 也就是我们在做进步的时候 吸尖过脚尖 不可以出现 第二个动作 我们尽量做到白脚尖45度 那么就是45度 出脚以后 出脚以后 向前 再次上步的时候 后脚尽量做到不要粘脚 尽量做到不要粘脚 那么我们在做每一个进步的过程当中呢 根部的时候 我们后脚收回来的时候 尽量做到不要点地 尽量的收脚回来 慢慢向前探出去 把我所有的重心都集中在我们的独立支撑腿上 这点很重要 而且呢 我们只要在做进步的时候 插腰 趋蹲好了 如果说我是这个高度的话 这个平面的话 记住所有的进步行动 不管你是独立支撑 还是往前上步 攻步 还是往回坐步 始终在一个平面上去做 不要做到忽高忽低 也就是出现 而且 独立支撑的时候 我们攻不出去 重心回坐 这里能保持平面 可是一到独立支撑的时候 哎 脚底下的腿部力量不够了 突然站起来了 然后呢 我往下面要出脚的时候 又下去了 然后往回坐 独立支撑又站起来了 那出现这种高低 高高低低 或者是起伏不平 那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在进步的过程当中 腿部力量是否好 并且是不是能做到 每一个脚出去以后 都是轻缓柔和 那么我们这个重心的移动 非常重要 不要一会高一会低 一会低又一会高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身形 不要左右来回的倾斜 所以说这些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要求 那么第二点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结合上下肢来做动作 我们刚刚讲到进步 进步基本上呢 都是脚底下的动作 那么如何结合上下肢做动作呢 我们要运用到一些 比方说二十四式 四十二式 等等其他式的太极拳 联合手上的动作 一起来做 一起来做 比方说 我们做野马分钟 抱球 出脚野马分钟 出去 重心回坐 始终保持一种平面 抱球 然后再出脚 两手分开 然后再往回坐 收脚 做这种练习 记住 每一种在练习的这个 比方说野马分钟的过程当中 收脚的时候 脚都不可以点地 不可以着地 轻轻收回 慢慢出去 并且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尽量要控制住 控制住 后脚不要出现 脱地 也就是说出现 脱在地上走 脚尖脱在地上走 我们尽量的 控制住平衡 身体不能起来的情况下 压住自己 跨往下沉 完全靠我这个 独立腿的支撑力量 也就是我这个 右脚的支撑力量 将左腿 慢慢收回 然后再慢慢带出去 以此来锻炼我们 另外一条腿的这个 独立的支撑能力 那么我们说到 这种循环式的这种 上下肢结合练习 我认为是效果非常好 因为我们在一个套路当中 比如说 四十二十套路 我们出现的野马分钟 也好 这个 搂席绕步也好呢 我们每次可能 只能出现一次到两次 但如果说 你采取这种 上下肢的练习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 行进间的练习 比如 左一次 野马分钟 回来 抱球 又一次 野马分钟 两次 三次 而如此左右循环 做十次 做十次 在十次的过程当中 你注意 重心不能够起 重心要低一点 对 根据你的腿部力量低一点 后脚不能拖地 后脚不能拖地 收脚跟出脚的速度要一致 收脚慢 出脚也要缓 绝不可以做到 收脚突然收 然后出脚非常重的落出去 这就不可以 收 轻收 慢落 你掌握这些的要求的话呢 然后再跟你的上肢 轻轻的配合到一起 协调完整 那么 我相信做的是很好的 如此循环 如果说是野马分钟 做十次的话 那么 建议大家 每一次课呢 最好做两组 也就是说 你就这一个动作 你可以做二十次 比你在整套练习当中 只做两次的量 是大很多的 而且整个动作的熟悉 也是非常好的 那么我们刚刚是拿了这个 野马分钟做比喻 啊 在我们的整个的这个 基本功的这个练习里头 我们还有 肉吸绕步 肉吸绕步 左 右 两次 然后第三次 好 然后如此循环 也是做十次 然后做两组 那除了这个 肉吸绕步之外呢 我们还有驴脊式 驴脊式 也是应该要单独拿出来的动作 驴脊式 右 一次 左 两次 右 三次 如此循环 啊 如此循环 那么也是同样的 做十次 做两组 这是第三个基本动作 那第四个基本动作呢 是我们的育女穿梭 育女穿梭 所以也是要把它单独拿出来的 右边的 一次 如此循环做 两次 三次 三次 这是第四个基本动作的练习了 大家也要记住 那还有我们第五个基本动作的练习是云手 云手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也是要做十次 也是要做十次 做两组 一次 两次 在做云手的时候注意 我们的头部一直保持在一个平面上 始终在一个高度上 动作要慢 对 一次内推 做十次 那在这十个动作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有意识地发现的 或者是你找一条直线也可以 那么你在侧脉步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始终是在一条线上车卖步 而不要做成了 车卖步 一会往前 一会往后 这种车卖步 这一点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在一条直线上去做 那这是我们讲到的云手 我们还要做一做空腿 那空腿呢 我们选出一个 比较四十二式里头 或者其他的几式 比方说二十四式里头也会有的 左右蹬脚 那左右蹬脚呢 也是练习我们一个空腿的这个平衡能力 那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基本动作 都是要求上下肢的结合 基本动作 尽量做到左右循环 每一种啊 做十次 十次完了以后 你可以休息一下 回到原地 然后再做第二组 那么这个左右蹬腿呢 也是一样的 但左右蹬腿呢 我们要求呢 是你做八个就可以了 右蹬一脚 左蹬一脚 右蹬一脚 左蹬一脚啊 一共做八次 从我们的这个玉女穿梭开始 但是要记住 每一个都要遵循我们的这个原来的 收脚 重心不要起 好 然后慢慢起重心 蹬脚出去 然后再慢慢收脚 出脚 走 走 收脚 慢慢起 然后再出脚 然后再收脚 落脚 接着走 身体再起 再分脚 如此循环做八次 休息一下 然后再做一支 那么可以说 如果你一堂训练课当中 就这个蹬分脚 你就可能做了十六次 远远比你在整套当中 就做两次 练习的量要大很多 而且效果也会很好 如果有的人 为了加强一下自己的这个训练的效果的话呢 那么还可以蹬出去以后 停住 不动 数秒数 心里面没数 一 二 三 四 五 再慢慢收回来 再落下 对 这样呢就是加强了难度了 也锻炼到你这个腿的平衡能力 和这个力量方面的力量了 我们在做这个基本动作练习的时候 我们不光是要强调这个动作的要求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量 还是要有一个量的积累 那有量的积累 然后又有质的保证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动作才会完成的特别的好 下面我开始给大家讲一讲 关于这个平衡方面的一些练习 很多人整套练习都非常好 其他动作都做得很好 可是一到平衡练习的时候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成为它一个非常头疼的地方 那么关于这个平衡的练习呢 我们呢也是要有训练方法的 平衡练习首先要讲到两点缺一不可少的 一个是柔韧性 第二个是力量 那么我们很多人呢是柔韧性非常好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力量非常好 总是不能够两者相得 那柔韧性非常好 比方说我曾经见过很多老年人 他的柔韧性真的很好 压腿可以压到头 那扳腿也可以扳到这个头上 可是他手一放 哗就掉下去了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力量不行 哪儿的力量不行 髋关节的力量不行 大腿的力量不行 小腿的力量也同样不行 那这个动作是需要练习的 需要练习的 那么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呢 力量是非常好 可是柔韧性又拉不上去 所以说当你力量不好的时候呢 那你的柔韧还是要多加强 天天要拉一拉 要压压腿 那么我们在力量方面呢 怎么去练呢 还有这个平衡的独立步 怎么去站立 这方面呢 我给大家讲一些方法 讲一些方法 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到 不管是任何一种平衡 我们的重心移动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你的这个髋关节这一块啊 这一块我们髋关节 在这一块重心不能够左右偏移 你只要这一块移动了 就不好稳定了 所以这一块不管怎么做 不止即使是拉大了也好 也同样的是髋关节不动 只是收脚 然后再起来 站住平衡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动作 也是一样 髋关节不动 然后收脚慢慢起来 然后再稳住平衡 这样做就比较能够容易做到了 那下面呢我给大家介绍三种 训练平衡的一些方法 那第一种呢叫提膝 我们要提膝 也就是说 你两手插腰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在胸前挂一块描表 或者说如果你有同伴的话 请你的同伴帮你寄时间 对我们靠时间 靠数量来堆积 提膝独立不站好 挺胸 然后髋关节要正 当然我们这个提膝不能过低 我们尽量往上抬 对尽量往上抬 好独立不站好 这个时候你掐时间 或者请你的同伴帮你掐时间 寄时间 一分钟 做到一分钟 一分钟以后 如果你实在做不到一分钟 可以三十秒钟 至少要达到三十秒钟 然后才可以慢慢放下 休息一下 这时候你可以走一走 捶一捶腿 好放下 然后换另外一只脚 同样的是静力三十秒到一分钟 然后这种练习 提膝独立的静力练习 我们至少每天要保持两组到三组 保持两组到三组 那么第二种方法呢 是在这个提膝独立的静止的状况下 我们稍微加大一点点难度 加大一点点难度 还是一样 叫我们提膝独立静止 这个时候要保持三十秒到一分钟 也就是说当你的提膝 你都支撑不住的情况下 把脚夹勾起来 接着 大腿不动 小腿向外屈膝伸出去 停住 不动 控制住 时间 至少在你坚持不住的情况下 再坚持十秒钟 记住了 然后呢 一定再换另外一条腿 这点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的是 当你的提膝受不了的情况下 我已经实在坚持不住了 提膝 我都已经感觉我的腿特别特别的痠了 特别特别的胀的情况下 将脚伸出去 将脚伸出去 然后再控制 控制十秒 坚持住十秒 然后再慢慢放下 而不能够一下 收下来了 慢慢收回来 慢慢再放下 这种尽力性的控制能力 我们是一定要 要做到 并且要去练习的 非常重要 那么第三种呢 是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刚刚我们说直立出去的情况下 我们再加大一点点难度 那这个难度呢 还是我们提膝助力以后 站立好了以后呢 我实在坚持不住的情况下了 这一次不是向前蹬 而这一次呢 是慢慢转跨向侧面 45度 我不行的情况下 我再转一点跨45度 向外蹬出去 控制不动 然后再停住十秒 再停住十秒 这个地方 一个练你大腿的力量 另外练一个髋关节的力量 这两个力量都缺一不可的 大腿力量好练 髋关节的力量特别不好练 因为它的肌肉群太小了 所以说这个只有靠长期的练习 慢慢慢慢的积累力量才可以 那么刚开始练的时候呢 会觉得有酸痛的这种现象 酸痛的现象 那么用热水敷一敷等等 其他的一些方法 放松一下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坚持 不要因为酸痛了 而受不了了 就停下来了 我们还是要坚持 把这个练习要做完 那这三种训练方法呢 大家一定要此之以恒 每一堂课都要保持 每一堂课都要保持 所以说 这个难度的训练 成功是天长日久的积累的 不是一天能够练成的 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过程当中 除了注意要求之外 坚持性就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坚持